欧盟跟中国关系走向低迷 欧盟最高阶外交官员波瑞热 而周四终于登陆 展开今年首趟的中国访问 周五将跟大陆外长王毅会谈 而欧盟10月初才宣告 对中国进口电动车 启动反补贴调查 中方强烈的反弹 那么外界预估除了以巴 俄乌情势等国际议题之外 电动车等经贸议题 也将会是讨论的重点 此外推动欧洲峰会 今年底前登场 也是波瑞热此行的要务之一 欧盟最高阶外交官员波瑞热 周四搭机抵达上海 展开为期三天的中国访问 他这趟中国行可说是一波三折 先是原定四月出访 却染疫被迫延期到七月初 不料这回出发前 又碰上大陆前外长秦刚被消失事件 行程遭中方喊停 整整延后了半年 波瑞热才终于踏上中国土地 中方欢迎波瑞利高级代表访华 并举行新一轮中欧高级别战略对话 波瑞热出发前接受南华早报专访 强调这趟访问首要目标 就是敦促北京更认真的对待欧洲 并且不要把当前欧盟与中国关系的低迷 看成是美中竞争的延伸 波瑞热坦言中方必须理解 欧盟有基于自身利益的独立判断 而双边经贸的长期失衡与不公平竞争 就是欧洲关系的重要阻碍之一 欧盟已经对中国进口电动车发起反补贴调查 外传接下来可能在10月下旬针对中国进口钢铝 发动反补贴调查 显示欧盟对于双边经贸关系的不平衡 已经忍无可忍 这从9月底率先登陆展开第10届 欧洲高层经贸对话的欧盟代表 公开要求北京当局放松市场准入 并且改善经营环境的透明度与互惠 可以清楚看到欧盟态度 波瑞尔这趟中国访问也选择 先在上海与商界人士和学者会谈之后 周五才会前往北京与中国大陆外长王毅见面 并就以巴与乌尔等国际情势 还有欧盟去风险策略等议题 展开第12轮州欧高级别战略对话 从波瑞尔的行程安排 不难看出欧方把经贸议题放首位的态度 对于北京当局来说 绝不可能做事自身投注大量资源 扶持发展的电动车产业在欧洲遭遇阻碍 尤其当前中国电动车产业已步步壮大 不但今年前九个月已创造出33%成长率的销售夹击 更积极开辟海外市场 在中亚东南亚以及中南美洲等地区都获得不小成果 自我一份以来 我国新年汽车市场占有率已经连续五个月超过了30% 近两年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保持百万辆的快速的增长的态势 今后我国汽车产业不仅直接以贸易的形式出口 还将通过海外建厂 国际化合作等多种的形式走出去走进去 例如中国电动车龙头品牌比亚迪近期就获得乌兹别克政府高达2000辆电动巴士的订单 并且将协助推动当地公共交通电动化转型 中国吉利汽车也在完成Volvo 甚至英国莲花超跑等知名品牌的收购之后 有意把旗下电动车触角进一步升向泰国 在北京当局致力把电动车推向全球市场 作为中国经济下阶段主要动能产业的情况下 尽力解除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可能设置的障碍就成为当务之急 因此中国大陆副总理丁薛祥选在波瑞尔到访前一天 在北京接见德国福斯汽车新任执行长布鲁默 强调中德两国在汽车领域合作前景宽广 从产业面拉拢德国车器并且降低欧方疑虑 为中国电动车在欧洲的发展寻找更多机会 TVBS新闻综合报导